大家好, 又來到STAR DOOR的時間 首先, 我們今集的嘉賓有Gigi, 梁詠琪 Hello, Edmond, 你好, 大家好 接下來又再開演唱會 這次的演唱會用了時間來做主題 其實是否某程度上 都是你這幾年的心目歷程影響 這次不如做這個主題吧 經常說過幾年好像被偷走了的一段時間 這一段時間對我們一定是難忘的 對很多人來說 可能那幾年是舒適圈突然間不見了 他要重新一個新的生活 有喜有悲, 有德有實 這次就想用劇場的方式配合音樂 說一個故事出來 一個跟時間有關的故事 但它裡面的意義是什麼 其實每個人看都一定會有不同 我的昨日和你的昨日 可能都有喜怒哀樂 但是什麼內容呢 一定是不同 是否今次花了很多時間 甚至在歌詞上 由頭重新讨讀過 你出道至今所有歌詞 我們將整個演唱會分為 昨日、今日和明日 我又有很多歌 因為我真的出了很多歌 在這幾百首歌裡 其實歌詞 以前唱是一個獨立的情歌 但當我這次演唱會有一個時間軸 我希望組裝一些歌曲的時候 你又要重新認識過這首歌 發現了很多以前沒有發現過的小寶藏 以前覺得沒那麼傷感 現在看都很傷感 以前覺得很苦的歌 一邊唱一邊捅自己的歌 現在看起來好像沒甚麼 很好玩 好像將自己的歌詞 重新拆解過 對自己出過的作品 有些重新的審散認識 其實自己也開了五次紅館演唱會 現在這個時刻的Gigi 你自己做展示有甚麼想法 其實要取捨 可能會有很多事情都想做 但有很多事情又覺得 好像不要再做了 不要再做的是甚麼 不要再穿公主裙了 我記得我頭兩次演唱會 都有那些… 煞開那些 都有那些煞開 很公主 可能頭有少少少皇冠 不要了… 現在做的 我覺得有點尷尬 其二就是 不用太性感 可能比較起第一、二次演唱會 可能不用去到那麼誇張 對 凍傷了 但也要有設計 可以配合主題 希望可以有一個 更加知性、高貴的感覺 始終跟第一次開演唱會 是2002年 現在是2023年 現在20年也要有些不同 這次的主題就是 時間遇上我們 歌迷聽你的作品 或者你唱那首歌的時候 大家好像走進那個時光隧道 想回當時我在做甚麼 有否有些歌曲 對你今天仍然很深刻 我想《愛自己》 第一首發表的廣東歌 令大家更立體地認識到我 螢幕前是這樣 我的聲線是這樣 我唱歌就是文歌的風格 其實是來自《愛自己》這首歌 但這首不是你第一首入錄音室的歌 不是 你第一首是哪首 其實我第一首入錄音室 那個錄音室 都不是一個正式的錄音室 當時的公司 我拍完《烈火箭》之後 男人醫生之後 他們就簽了我做任何人 然後他們就問我 你喜歡唱歌 我有唱合唱團 我也喜歡 不如你現在未有歌 但你錄一首歌送給你的影迷 那時候在我學校裡面 有很多同學喜歡這首歌 叫《絕戀》 我就好 我又跟著阿楓 跟著他們唱這首歌 《絕戀》 就錄了一盆劇室 很簡單 沒有包裝 我把紙放在那盒上簽名 有一張漂亮的照片 就讓他們留念 他們留念到現在 我裡面也說了一段說話 這首歌在我二十歲生日 二十歲生日的時候 送給我的影迷 有一百項 他們又保持著 那首就真是第一首 我知道你第一首碟裡 故意再唱《絕戀》 是啦 在最後那一刻 認真地入錄音室 就唱這首歌 當年要開演唱會 真的要做快歌的時候 那些比較深刻 當時因為我沒有快歌 就算是 也有些喜歡 很輕鬆 但還未至於快歌 好了 演唱會來了 無論如何都要面對 GiGi 要跳舞了 好了 我們做一首快歌 你不怕的那首歌 還未準備好 真的特別為了演唱會 去學跳舞 一跳舞就要跳快歌 我還記得你拿著拳號 第一個演唱會是 第一首 我還記得 我還記得我 就在這首歌 我對歌迷來說 我真的叫第一首快歌 或者那些 譚謙 零根松 你也要點 都記得我 出走的平線 對 來的 其實我的快歌 十隻手都數得了 你這次也會有的 有的 勁歌熱舞 也會有的 現在不再抗拒了 也要出點力 也要出點力 剛才你也說過 劃分了三個部份 像作天一樣 有沒有一些歌曲 可以代表你作天的部份 如果要一首歌代表作天 我有一首歌叫做 《全年無憂》 是的 《全年無憂》 名字都說中了 真的說中了 我是很珍惜每一個工作機會的人 即是公司跟我說 這裡有一部電影 有一個演出 有什麼 我很好 時間可以嗎 時間可以就做 他需要我嗎 他需要我幫忙 我就做 真的沒有休息過 自己都不經不覺 漸漸地 其實工作就變成了自己的舒適圈 反而一停了就會覺得不舒適 即是覺得很掛眼 好像一個忙碌 或者形形逆逆的生活 才是屬於那個階段的我 其實生活是沒有的 即是以前沒有生活 真的去到今天 今天有了家庭 才有回生活 一下子停了之後 你的生活模式都轉了 深刻 對上那幾年 其實真的做了些什麼 有家庭的父母 就得到很多陪伴子女的時間 很多 對小朋友來說 為什麼以前爸爸媽媽 經常會飛 或者現在經常都看到你家 有家庭 反過來你又發覺 其實平平淡淡 多些時間在家 買很多桌上遊戲 大家很喜歡玩 一個家庭又建立了一個新的習慣 就是我們有空就玩桌上遊戲 是 是不是沒有試過 之前是偶爾 疫情在家是每晚都玩 飯後的固定的節目 就是玩桌上遊戲 或者紙拍遊戲 另外你也會反思一下 可能以前會不會是 過度的工作 過度工作 透過這個疫情去平衡一下 我見你除了陪家人多了 你自己都找一些新的東西來學 有很多理由學 還有做甜品 有機會就去找些東西學 以前很忙 只可以周末一次 或者間中一次 但疫情期間 又不用飛 可以做些甚麼呢 就去全日制課程 跟同學一起煮飯 做甜品 要考試 要溫理論讀書 很享受 一來學到新知識 很開心 二來認識了一班 很好的同學 一些老師 回到校園的生活 很規律 守規矩 報道 不可以遲到 這些以前校園的東西 一馬上回來 很開心 很新鮮 不用那麼死死氣 自己去找一些東西 令自己精彩一點 生活都 不要再全年無休 因為全年無休 實在是太辛苦 無法回頭 一來這個階段 也不適合全年無休 希望能做到生活和工作 可以平衡 夠忙的了 很夠忙 當一半時間 再拿去工作的時候 又覺得不如精準一點 精簡一點 做好 計劃了音樂唱會 就專心做好它 到了今天的時候 有沒有一些歌曲 代表你今天的心情 今天我會選 我40歲那一年 作給自己的一首歌 叫做B面第一首 創作這首歌的時候 是想起以前小時候聽過的 劇集帶 聽完A面之後 你要拿它出來 反轉它 再放下去 然後再玩 就玩B面第一首 其實就是成章專輯的一半 的開始 人生都是 來到好像走一半的路 我記得B面第一首 當時的曲 我給了Wyman聽 然後給他一個歌名 他寫得真是很好 他寫了我 窩心女神 人終於可卸任 以後無意 討好各日 做回自己 為自己而活的一種心態 今天的Gigi擁有了很多東西 擁有一群粉絲 也身邊有很多朋友 也有一個很美好的家庭 都已經很滿足 對Gigi來說 我又不會擁有兩個字 我可能是 我是扮演不同的角色 每個角色 都要給我不同的學習 小朋友來到我身邊 原來考驗我的耐性 乖不乖就一時時 有時乖 有時要學習 譬如家庭可能培養我一些責任感 工作當中培養我要堅毅 不屈不鬧 所以每一個身份 都帶給我不同的東西 你覺得時間遇上你先生 是否一個很奇妙的時刻 是急不來 有些事真的急不來 我想我們的故事 好像一句很… 俗語有說 對的時間遇到對的人 自然事情就會很順暢 你和你先生選擇了 留在香港 其實最初的時候 你們有沒有想過 放棄娛樂圈 或者是唱歌 陪他去西班牙 我們有談過 因為始終如果我們想走前一步 去到婚姻的話 我們一定要討論 將來的路 大家要是向同一方向 我們很快已經有共識 他都覺得他的工作 他去到哪一個地方 他都可以繼續進行 我的工作真的離不開 離不開香港 我離開了的話 如果我去了西班牙的話 我們沒有說明了 我們就… 我都在想 那我做甚麼好呢 想來想他都是… 在西班牙做歌手 有沒有想過 呃… 不是那麼容易 所以我們都挺清楚 其實他有犧牲的 他有跟我說 就是他知道今天我建立自己的事業 其實所有事情都得來 都是不容易的 那麼走過了這麼多年之後 如果我繼續很想做我的事業的話 他會支持我 他都生活得很好 他的家人都很支持 令到他很舒服 可以在香港跟我生活 還有一群好朋友 還有你那群朋友 是分佈在不同的地方住的 對 查連又可能在新加坡 馬來西 對 馬來西 對 還有台灣 對 韓國 然後你在香港 挺有趣的 原來這樣可以維繫到 資深的朋友是 資深的朋友是 加上方便 即現在FaceTime都可以 已經不是一個地區分隔 都已經不是太嚴重的問題 最重要是大家有很多事 都可以很坦誠去分享 或者問候 好像仍然很接近 雖然很遠 但其實仍然很接近 試過因為 可能不出的街 不能見面 不能聚會 你突然覺得 經常見面 都不是一件理所多人的事 團聚不是一件理所多人的事 所以一有見面時 那一刻那種喜悅和快樂 是要記下來的 可以記下來 最後說明天 你要選一首歌 很代表你自己 適合你現在的心態 是甚麼 明天可能是花火 花火 其實花火這首歌 沒甚麼時間性 沒甚麼時間性 可以是以前 可以是今天 可以是未來 看看你的花火何時爆出來 希望未來的這個花火 可以繼續爆出來 大家也繼續記得我 記得這個花火是怎樣 很多人都會覺得 Gigi唱了這麼久的歌 其實自己對唱歌 還有甚麼想法 既然我已經帶著這麼多的作品 很多屬於我的作品 我希望將我可以更加享受 享受唱歌的過程 我喜歡唱歌 但以前我生日是一個很樂壇 很蓬勃的年代 變成很忙 很多活動 很多工作 變成我未必能夠 完完全全地享受唱歌 這件事 未來我希望 和以前唱歌的心態可以有些不同 真的純粹是享受 我希望觀眾也能看到我享受 不再忙碌碌碌地應付了一個工作 我們也會記得 而且很享受未來的演唱會 還有一星期伴我飛 繼續陪我飛 一定會 好 謝謝Gigi 謝謝 Good Show Thank you